第891章计划之中,金刚天金黄整体的修为在众多金怪族黄者之中算是排名靠后的,相对来说,修为也较低一些。 同时,它的根本是土属性,土属性是所有属性之中最为平和的一种。 这要是换了活属性,唐三现在的修为根本就承载不了这样的血脉烙印。 再加上数组烙印带给它的庞大生命能量对它身体本源的滋养,在剑木城修炼的这一个月对唐三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弥补了之前身体的缺陷,修复了自身在肚结石后的创伤,从而积累了极其庞大的生命力,让自身的广度变大了不知道多少倍。 可就算如此,此时它承载着一位黄者的血脉烙印还是极其吃力的。 需要依靠自己从美公子渡劫时获得的金煞之力以及自己渡劫十九天时地大破灭燕神节之中的燕灭之力共同作用,才能勉强将这强大的血脉之力封印住。 它现在脸色苍白也是真的,但那不是消耗过度所带来的苍白,而是因为封印和承载这一份黄者血脉烙印实在是吃力啊。 黄者毕竟是不同层次的存在,唐三当然可以放弃一部分血脉烙印,这样承载起来就能轻松得多。 可是,它冒了这么大风险,就是为了要完整的血脉烙印,有了完整的这份存在,未来它在突破到黄者层次时,至少就能确保一种超级血脉成就十二阶,从而在黄者之中也能名列前茅。 所以,无论如何吃力,只要自己的身体不至于崩溃,它都一定会坚持下去,将这份来之不易的庞大力量封印在自己体内,未来再慢慢吸收。 强大的神石,神奇之味,再加上体内众多的血脉之力,还有混沌之气的本源守护,吉凶两极领域的气韵加持之下,足足用了一整天的时间,它才渐渐将体内金刚天金黄血脉烙印的气息压制住。 着实是惊险万分,不过,吉凶两极领域在这个时候也被唐三发掘出了比之前更进一步的能力。 金刚天金黄作为黄者,它的死亡无疑是承载了巨大的厄运的。 而当死亡真正降临,厄运爆发的同时,它自然也会回馈给整个卫面以反向的气韵变化。 卫运有多少,幸运自然也会有多少,天地之间少了一位黄者对于卫面的影响,反馈而来的幸运之力也是极为庞大的。 如果天狐大妖黄在这里,那唐三当然一点机会都没有,天狐大妖黄绝对会毫不迟疑地将这份幸运加持于自身乃至于整个天狐族。 但现在天狐大妖黄远在祖庭,他当然还是能感觉到,但在他感觉到之前,唐三这个近在咫尺就自然是毫不客气地把这份幸运通过吉凶两极领域牵引到自身之上。 他的灵犀天眼在完成了对金刚金血脉的压制之后,终于提升到了11阶的层次。 这一提升,吉凶两极领域也完成了全方位的进化,气韵加持之下,让金刚金血脉烙印被他在体内封禁得更加稳固了一些。 金刚城上空的新风血鱼已经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绝与新风之后是晴空万里,可是,对于整个金刚城的民众们来说,心头却无不笼罩着浓重的阴霾。 金刚城的守护神,一代皇者,就这么陨落了。 这就相当于是断了金刚城的本源根基啊。 所有金刚城内的矿物属性精怪,都变成了无根浮平。 再也没有强大的皇者守护他们了,而完成这一切的始作俑者乃是三组之一的数组。 这位不知道有多么恐怖的存在甚至还剥夺了整座城市三城的生命能量挥散于天地之间。 毫无疑问,金刚城的衰落是不可逆转的,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没有重新诞生出皇者之前,矿物类精怪都将被压制得抬不起头来。 这让本来就在日臣帝国不占优势的矿物类精怪更加的难以承受。 而作为始作俑者蓝金数族的十三位强者却依旧在金刚城中心停留,并没有离去。 无论金城无为代表的金刚城强者们心中有多么悲愤,此时此刻也是无可奈何。 生命能量被剥夺了三分之一的他们,现在根本就不敢有半分反抗的想法,连金刚天金黄都陨落了,他们又凭什么敢于反抗? 淡淡的微笑浮现在面庞上,唐三苍白的脸色此时已经渐渐恢复了正常, 其他长老们都没有冥想,而就是守护在他身边,唯恐他受到一丁点的伤害。 当亲眼见证了唐三竟然灭杀了金刚天金黄之后,在他们心中,唐三就已经是无冕之黄, 他们也都完全肯定的明白,蓝金数族终于要崛起了,在这位新任族长的带领下,在数族光辉的笼罩下崛起。 蓝金数族从此站起来了,再也没有谁敢偷略他们的族人,否则的话, 就算是皇者也保不住那些混账。 一名皇者的死,无疑是最好的立威,不用多想,他们就能完全肯定, 不久之后,那些流落在外的蓝金数族族人,一定会都被送回来。 哪一座主城胆敢继续留存蓝金数族的族人,那就要做好面对数族复仇的准备。 金刚天金黄死了,哪一位皇者能肯定自己就能与数族抗衡? 谁又敢说不会被数族的意志降临? 在唐三决定挑战金刚天金黄的时候,他们的感觉是如此的不可思议, 但当真正挑战成功之后,蓝金数族的长老们才发现, 一切都已经被改天换地,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 蓝金数族的光明,从这一刻开始,感受到唐三正睁开双眸, 十二位蓝金数族长老们瞬间就都朝着他看了过来。 静秒森凑到镜前,轻声问道,哥,你怎么样? 此时的他,内心之中充满了骄傲,能够有这样一位兄长, 他的内心是何等激动啊? 唐三微笑摇头,道,我没事,已经稳定住了。 我们先回见慕城吧。 好,好,静秒森赶忙连连点头,唐三抬头看了一眼天空, 通过时空之塔,他大约知道自己冥想了多长时间, 现在,想必整个日臣帝国高层, 甚至是祖庭都因为金刚天金黄的死而乱成了一锅粥吧。 短短一年时间内,这已经是陨落的第二位皇者了。 虽说日臣帝国这边的损失不能和天与帝国失去了水晶大妖皇相比, 但少了一位皇者,对于正处于雄心勃勃状态之中的日臣帝国, 打击也绝对是相当不小的。 但那又如何呢? 自己是站在大义之上, 更何况,哪怕是在射魂天金黄看来, 真正杀死金刚天金黄的也并不是自己, 而是术祖啊。 先回去吧, 虽然现在勉强封印住了金刚天金黄的血脉烙印, 但还非常的不稳固。 他现在甚至不能再和人动手, 一旦自己的力量不足, 那封印就容易被恐怖的血脉烙印能量冲破。 必须要静修一段时间, 吸收一部分金刚天金黄血脉烙印融入到自己已有的血脉烙印之中, 从而让被封印的存量减少, 这样一来, 自己承受就会变得容易得多。 十三道身影腾空而起, 连有对金刚金族的强者们多说一句, 唐三就已经带领着众位蓝金术族的长老们离开了金刚城。 第892章重回剑木城, 接下来金刚城会如何, 那不是他需要关心的问题了。 金刚金一族失去了金刚天金黄, 但本身实力也是不弱的, 毕竟还有几位大金王之称, 祖庭短时间内应该也腾不出手来撤换一座主城的掌控族群, 那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从空中俯瞰金刚城, 一切似乎都已经恢复了正常, 但整座城市却已经不像之前他们刚来的时候那种生机勃勃, 甚至是气势逼人了。 现在的金刚城, 明显有了一些衰落的气象。 这一点从气韵的观察就能看得出, 与之相反的是唐三身边的12位蓝金术族长老们, 每一位身上都散发着意气风发的味道, 离开了金刚城, 他们内心的兴奋才算是真正的迸发出来。 尽管直到现在, 他们依旧有种不敢置信的感觉, 可是, 一切都已经摆在眼前, 也容不得他们不信。 返回剑木城是直线回归的, 所过之处, 大量的生命气息在地面上升腾。 唐三的生命层次明显又有提升, 毕竟, 就算他还没有完全吸收金刚天金黄的力量, 也是多了一种血脉烙印, 自身的生命层次又在灭杀金刚天金黄的时候与术族的力量更好的接触融合。 同时, 混沌之气也在阴阳二气在金刚天金黄体内爆发的时候再次诞生了一些, 受到了滋润。 所以, 现在的他, 又有了不同的变化。 当然, 猎杀金刚天金黄这样的是可一而不可再, 也就是这么一次机会了。 在真正成皇之前, 唐三不可能再去猎杀一位皇者, 否则的话, 必定会受到祖庭最严厉的打击。 比来的时候快了许多, 用了不到三分之一的时间, 唐三就带领着众人返回到了术族所在的剑木城。 距离金刚天金黄陨落, 已经过去了十几个小时的时间, 剑木城表面看上去一切如常。 可是, 在灭杀金刚天金黄的时候, 术族在剑木城内显灵, 所有的蓝金术族以及生活在这里的各个种族是都看到的。 接下来就是天空中的雪流飘处, 那时候, 还没有谁敢想象一名皇者陨落, 但一向实在是太过强烈, 又怎能让剑木城内以大长老为首的蓝金术族不想打听一下真实的情况呢? 一名皇者的死亡是掩盖不住的, 虽然还不能完全肯定, 但也已经接到了一些消息。 此时的大长老, 正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般, 焦急得不行。 直到现在, 大长老还是很难想象金刚天金黄真的死了, 哪怕当时术族这边光辉绽放, 展现出庞大能量的时候他就近在咫尺, 也依旧无法相信。 毕竟, 在妖精大陆上, 已经数千年都没有出现过图皇这种情况了。 而他更加担心的是唐三乃至于其他十几位长老的安危。 他不知道唐三是要做什么, 但这么大动静, 术族这么大反应, 如果说与这位新任组长没关系, 打死他也不信啊。 好不容易从这位新任组长身上看到了蓝金术族崛起的希望, 甚至寄希望于这位能够早日成为皇者, 术族苏醒, 总算有了蓝金术族不再被动挨打的好机会了, 要是这位组长就这么陨落了, 那可就麻烦了。 更何况, 他这次出去把另一位术族直系血脉纪秒森也带走了。 要是他们两个都出事了, 那蓝金术族可就真的要完蛋了啊。 在交集等待的同时, 大长老也派人前去打听消息, 不时有一些混乱的消息传来, 他也不好辨别真假, 只能是继续等待。 而就在这时, 他感受到了熟悉的气息, 当他看到天空中那十几道身影, 尤其是他们身上所散发着的浓郁生命气息波动时, 大长老激动得差点流出泪来。 他一眼就看到了纪秒灵的身影, 看到他的存在, 大长老下意识地握紧了拳头, 没死, 组长没事, 没事就好。 他能回来, 比什么都强, 然后就是尽秒森了, 至于其他的长老们, 现在他都没心思去关注。 唐三带领着众位长老从天而降, 直接来到了数组本体前方落地。 自己的城市, 飞回来就飞回来了, 也不需要从城门而入。 组长, 大长老激动得大叫一声, 快步迎了上来。 感受着唐三身上充沛的生命气息, 他这才心中大定。 唐三微微一笑, 道, 让大长老担心了。 我现在需要立刻闭关修炼, 有关事与二长老他们会向你解释, 放心吧, 是好事, 一边说着, 他拍了拍大长老的肩膀, 就朝着数组本体走去。 离开的时间不长, 但经历了这么一场大变, 数组本体也出现了一些变化。 庞大的数组本体变得越发的晶莹剔透了, 树干上的蓝色更多了几分深邃的味道, 唐三甚至都能感受到数组的意识复苏的更多了一些。 当然, 数组是不可能真正意义上复苏并且恢复神志的, 哪怕唐三的混沌之气再多十倍都不可能。 这是这个未面的层次所决定的, 未面之主的力量融入于天地之间, 而不能单独拥有智慧, 这是非神界未面的重要特征。 这一点谁也改变不了, 哪怕是法兰星本身能量强度极其强大也是一样, 这是宇宙的法则决定的。 所以, 唐三并不担心数组真的苏醒过来, 不过, 意识更多的苏醒了一些, 也让数组的本能变得更加强烈了几分。 数组本体的能量也变得更加纯粹和庞大了。 唐三来到数组前方, 右手抬起, 按在数组巨大的树干之上, 默默地传递着自己的神识。 金刚天金黄的死, 对于数组这未面之主一部分来说是大好事。 一位皇者陨落, 有多少气韵和生命力回馈于未面啊? 更何况唐三还引导着数组的力量将一座主乘三分之一的生命能量牵引出来回馈自然。 这就让数组对他的认可更加深刻几分。 同时, 唐三还带回来了金刚城内掳掠的那些蓝金数族族人。 此时此刻, 一道道蓝光不断从唐三身上吸出, 落在数族本体周围, 有还活着的蓝金数族但却十分虚弱, 但更多的是残之断壁。 唐三将这些蓝金数族的族人都放在数族本体周围, 为的就是让数族的力量来滋养他们。 空母冯春是蓝金数族的天赋能力之一, 哪怕只剩下残之, 受到数族庞大生命能量的滋养, 这些蓝金数族的族人也有活过来的可能。 数族传递给唐三的气息变得越发的柔和了。 金刚城一战, 让数族的意识本能彻底地认可了这个代言人。 唐三也明显能够感受到, 从数族传递给自己的生命气息变得越发的纯粹了。 近乎于这个未面最核心的生命层次, 盘西在数族本体前坐下, 唐三的背脊直接倚靠在数族本体之上, 默默地感受着纳纯和无比的生命能量, 唐三进入冥想状态。 不能再等了, 他必须要立刻开始对金刚天金黄的血脉烙印进行一定的吸收。 否则的话, 封印就要支撑不住了。 要知道, 金刚天金黄这血脉烙印的强度, 超过了他现在体内所有血脉烙印微能的综合。 这就是11阶和12阶之间的差距。 他必须要尽快让自身的血脉烙印微能压过金刚天金黄的血脉烙印, 否则的话, 就会出大问题。 第893章蓝金数族的兴奋, 有数族高层次的生命本源能量守护和帮助, 吸收融合的安全性就会大大的增加。 更有着这么多位蓝金数族长老们的守护, 也是毫无后顾之忧。 唐三这边已经开始修炼了, 另一边, 近秒三也正在绘声绘色地给大长老讲述着金刚城内发生的遗争, 一切。 众位蓝金数族的长老们此时都在, 自从数族突然爆发, 金刚城那边腥风血雨之后, 大家就都聚集在一起, 以便于及时应变。 此时, 听着近秒三的讲述, 蓝金数族的长老们一个个面面相去, 内心之中都充满了震撼。 尤其是当他们听到, 唐三竟然主动向金刚城, 乃至于金刚天金黄宣战的时候, 都不由自主地屏住呼吸, 哪怕现在唐三和众位长老已经回归了, 他们也依旧难以置信发生了这样的情况。 这一切实在是太可怕了, 如果失败了, 蓝金数族起不是要再次陷入危险境地吗? 故事的结局无疑是完美的, 在射魂天金黄的见证下, 唐三就那么灭杀了金刚天金黄, 或者说是数祖灭杀了那对蓝金数族始终充满了敌意和觊觎的强大皇者。 他们平安回归了, 而日臣帝国的局面也必定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大长老激动的身体都在不断地颤抖, 背后的八根蓝色尖刺不断地抖动着, 成了,成了啊! 组长的数值再不会有任何阻碍, 咱们见目成稳了, 这下是真的稳了啊! 只要族长能够尽快成黄, 那么,我们蓝金数族就绝对能够成为当事强族之一, 再没有谁敢欺负我们了! 太好了, 这真的是太好了! 二长老虽然是事情的经历者, 此时听尽苗孙讲述当时的情况也依旧难耐激动之情, 上前握住大长老的手, 道,咱们要早做准备, 我估计, 接下来其他主城都会送回我们的族人, 我们要做好迎接的准备, 我相信, 从今以后, 再没有谁敢轻易偷掠我们的族人了! 大家再也不用躲藏在那城之中, 以后, 我们要带领着族人们将树组的光辉传遍整个妖精大陆, 甚至是传播到海外去! 静苗孙扑哧一笑, 道, 也不要太操之过急吧! 一切都等兄长成就皇者再说, 大长老兴奋的道, 那是肯定的, 族长是一定能够成就皇者的! 祖庭那边, 水精大腰皇陨落之后, 就空出了相当于两个皇者的位置, 咱们日臣帝国本来就在争取, 至少要获得其中之一, 从而增强我们的整体实力! 但竞争者着实是不少, 猎羊花金族的猎羊王就是其中的代表! 但这次不一样了, 金刚天金黄陨落, 又多出一个皇者的位置, 位置多了, 自然就更好争夺! 而且, 树祖复苏, 对于所有植物系的皇者来说, 都一定会给树祖面子, 更何况树祖还刚刚面杀了金刚天金黄, 谁敢不给咱们组长留下这个位置? 只要组长能够成皇, 那么, 我们建牧城必将成为顶级的主城! 哈哈, 啊哈哈哈哈, 大长老仰天长笑, 其他的长老们也无不兴奋雀跃! 灭纱金刚天金黄如果放在几天之前, 在他们看来就是痴人说梦, 如果是长老们公投的话, 绝对没有一个人会支持唐三的! 可真的灭纱成功了, 那么, 对于蓝金树族来说, 和改天换地没什么区别, 此时, 正是阳光正好! 唐三此时却是顾不上蓝金树族的长老们有多么兴奋, 他现在正面临着严峻的问题! 灵神类是, 感受着自己身体的状况, 在数祖生命本源的滋养下, 唐三自身的生命能量比以前要强大得多, 身体也恢复到了最佳状态! 身体强度在各种血脉烙印的滋养下也是相当强悍! 但是, 就算这所有的一切都加起来, 也无法让他容纳一名黄者的全部血脉烙印! 从11阶到12阶, 这个跨度甚至要超过从1阶到11阶的程度! 可以说, 无论有多少11阶强者, 正常情况下也是不可能伤害到一名12阶黄者的! 这也是为什么之前金刚天金黄根本就没把唐三看在眼中的原因! 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的存在, 所以, 唐三现在的血脉烙印虽然众多, 还有超级血脉的存在, 但想要把一名12阶黄者的血脉烙印完全吸收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他也没想过要那么做, 他现在要做的就是平衡, 让自己所有的力量加起来必须要超过金刚天金黄的血脉烙印才行! 正常情况下, 想要做到这一点, 那么唐三就必须成黄才行! 可现在, 他还远远不够成黄的条件! 所以, 他现在的问题就很麻烦! 尽管有数族庞大的生命能量支持, 现在被压制的金刚天金黄血脉烙印也在不断的躁动着! 一个不好, 就会出大问题! 所以, 蓝金数族的长老们在一旁信高采烈, 而唐三却是水深火热! 唐三现在最好的选择其实是宣泄, 将金刚天金黄的力量宣泄出一部分, 这样一来, 他自身承受剩余的血脉之力就会容易得多, 也是最为安全的! 可是, 如果支持这样的话, 唐三杀金城武就好了, 何必击杀一名黄者呢? 费了那么多心思, 好不容易击杀成功还不会产生太大的副作用, 如果不能将其利用到极致, 那不是白费心思了! 所以, 他不会选择宣泄, 不宣泄的话, 就要想办法来改善现在的状况! 因此, 唐三在刚刚开始冥想的时候, 就开始从金刚天金黄的血脉烙印中抽取力量, 融入到自己的另一个血脉烙印之中, 目前唐三已有的血脉烙印包括, 刚刚晋升为11阶的灵溪天眼, 虽然灵溪天眼不是排名第一, 但唐三首先想到的一定是这个血脉烙印, 吉凶两极领域的进化, 让他对这个血脉烙印有着更加深刻的理解, 然后就是两大超级血脉, 混沌蓝银黄和金蒙变, 这两个超级血脉没什么可说的, 都是极其强大的存在, 在之后如果按照实力排列的话, 是时光变与孔雀变这两大血脉烙印, 没错, 不是不死大妖黄的不死变那不死火缝的力量, 而是时光变与孔雀变, 原因很简单, 因为唐三的强大神器时空之塔, 有时空之塔的存在, 时光变哪怕12级血脉, 现在都已经有着相当于1级血脉的微能, 孔雀变也是更进一步, 唐三甚至考虑过通过时空之塔 将这两种血脉烙印融为一体, 从而形成时空变, 这必然是超级血脉, 但是, 时间与空间乃是宇宙之中最为本源的奥义之一, 想要将这两种血脉烙印融合, 以唐三现在的修为还有些做不到, 恐怕要等它恢复到神王层次之后才能进行尝试, 时空之塔不一样, 时空之塔本源的时空倒标本来就是融合了时间与空间力量的, 否则也不可能成为超神器的基础了, 除此之外, 剩余的血脉烙印就是不死火缝的不死变, 来自于狮虎族的狮虎变, 结合了蜂龙族与金翅大鹏鸟的鹏龙变, 还有就是水晶大妖黄的水晶变和现在唐三用来掩盖身份的蓝金变这五个血脉烙印了, 第894章金刚师虎变, 一共加起来正好是十大血脉烙印, 而唐三本身现在是十一阶的层次, 也就相当于, 他能够凭借玄天宫给自己融合十一种血脉烙印, 金刚精血脉作为一级血脉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 一级血脉也分强弱还有作用, 单纯的金刚变在唐三看来作用并不大, 金刚变最大的好处是增强唐三自身的防御力, 从而让他的生存能力提升, 直接吸收作为一个烙印也不是不行, 但问题是, 唐三最好的状态是空出一个血脉烙印来, 以作为随时应变的准备, 就像他在遇到近秒参的时候, 如果不是通过吸收近秒参的蓝金族血脉, 如何能够在数组面前掩盖自己的真实身份有了接下来一系列的收获呢? 所以, 这个空位是必须要留着用来应变的, 那么, 最适合与金刚变进行结合的, 在目前唐三的所有血脉烙印之中, 攻防一体的狮虎变就是最适合的一个了, 蓬龙变不是不行, 但蓬龙变的作用在飞行方面, 一旦施展就会出现容易, 不方便唐三掩盖身份, 而且实际作用也会变小, 至于其他的几种血脉就更不合适了, 超级血脉唐三现在还不敢再增加融入, 所以金蒙变不在考虑范围内, 在击杀金刚天金黄之前, 唐三就已经给金刚变想好了融合的方向, 所以, 此时开始融合后, 第一时间就通过狮虎变来吸收金刚变的力量, 金刚变的血脉气息极其的凝食, 在与狮虎变接触后, 立刻就开始产生效果, 两大血脉烙印在唐三强大的神石控制下开始相互结合, 但是, 在这样抽取的情况下, 原本被封印的金刚金血脉烙印立刻就开始躁动起来, 这份躁动就算是唐三也有些难以压制, 只能通过其他血脉不断地从中为阻挡, 才能不让他的气息迸发, 冲击自身, 生命能量更是一次次地洗刷全身, 增强身体内部的承受力, 最初的融合是最痛苦的, 身体强度在黄者层次的能量冲击下, 承受起来也同样极为困难, 唐三无时无刻都在感受着身体仿佛要被撑爆的感觉, 但他的心神却始终保持着沉稳, 他为了这一刻做足了准备, 身体承受不住, 他也还有其他办法, 时空之塔坐镇神石之海, 当那金刚变的血脉烙印开始疯狂冲击的时候, 一层层的时空波动就随之出现在这还没有被融合的血脉烙印周围, 空间转换, 唐三将自己无法承受的力量通过时空之塔先传送到另一个空间之中, 然后再传送回来, 这就相当于, 他为自己开辟了一个承载力量的小空间, 让自己承受的总量变大, 同时也为身体的承受和吸收带来一份缓冲, 神器的加入让唐三的状况重新稳定下来, 是虎便受到金刚变血脉的注入和刺激, 渐渐地开始散发出越来越强烈的光芒, 同时, 唐三也能切身地感受到自己的变化, 从骨骼到经络, 再到内脏, 肌肉, 皮肤, 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在不断地被浸润着, 在这浸润的过程中开始变得越发坚韧起来, 隐约之中, 全身都融合着一层淡淡的精芒, 身体渐渐变得有些通透的感觉, 而越是通透和璀璨, 唐三就能感受到自己的身体变得越发坚实, 吃虎变的力量本来就是相当狂暴的, 但在金刚变融合之后, 吃虎变渐渐变得厚重起来, 更渐渐地多了一种霸道的味道, 一个暴躁, 一个厚重, 相互结合, 就开始有了几分王道的气息, 这也证明了唐三身为一代神王独辣的眼光, 这两大血脉之间的契合度非常高, 甚至还要超过金蒙变当时的融合, 再加上唐三现在有混沌蓝银黄作为从中的斡选, 还有气韵加深, 灵溪天眼的引导, 融合的过程还是十分顺畅的, 只不过金刚金血脉烙印的能量太过庞大, 吃虎变的融合还是有些不对等的, 伴随着金刚变融入的能量渐渐和施虎变原本的层次持平, 唐三将融合暂时停顿了下来, 金刚金血脉烙印对他的血脉冲击减弱了一些, 但是, 在唐三的感觉之中, 最多也就是减弱了十分之一, 这就是黄者和十一阶之间的恐怖差距, 减少了十分之一的力量对唐三来说也就是缓解, 却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而施虎变也随之进化为了超级血脉金刚施虎变, 这一次的超级血脉计划完成, 在数祖那未面本源生命能量的庇护下, 甚至都没有出现异象, 也没有来自于天地之间的排斥, 唐三明显感觉到, 法兰星未面对自己的排斥力大大的减弱了, 这就是数祖对他认可带来的巨大好处, 甚至要比生命能量注入给他都要更加重要, 正宇的金刚变血脉烙印怎么办, 唐三开始有些犯难了, 正宇的这些力量对他来说虽然能够封印得住, 但封印却需要消耗他大量的心神, 甚至都没办法战斗, 一旦全力战斗, 这边封印不问, 身体内部出现问题, 那他的麻烦可就大了, 圈械出去吗, 实在是舍不得啊, 好不容易获得的皇者之力, 怎能就那么放弃呢? 但继续吸收也不行, 一旦金刚狮虎便失去了平衡, 那么这个超级血脉就有崩溃的危险, 实在不行, 就只能尝试一下三种血脉烙印融合, 让金蒙便再融合一些, 甚至蓬蒙便也融合一些, 只是不知道这样的分散人融合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情况出现, 只能是进行尝试, 正在唐三思索着如何融合效果会更好时, 突然间, 在他的神识之中响起一个声音, 爸爸, 让我来吧, 听到这个声音, 唐三不禁击凌凌打了个寒战, 这分明是已经沉睡了许久的金金啊, 自从水晶大妖皇陨落之后, 金金就陷入了沉睡之中, 唐三在修炼的过程中始终都能感受到金金在吸收自己的力量, 不过, 水晶大妖皇毕竟已经陨落了, 自己的神奇之位也已经回归, 金金又要依托于他的身体而存在, 所以, 唐三对此并不担心, 也不反对未来自己回归的时候将他带回到自己的世界去, 但因为金金一直沉睡着, 唐三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利用这位曾经第一皇者的力量, 也一直没有进行过尝试, 只能任由他占据了自己一个血脉烙印的位置, 此时, 金金突然出声, 着实是吓了他一跳, 金金, 唐三是探着呼唤了一声, 嗯呢, 是我, 爸爸, 爸爸你真的是太厉害了, 能够把这么多大杂烩都集中在自己的身体里, 我以前都做不到呢, 唐三苦笑道, 你就别叫我爸爸了, 你都活了不知道多少年了, 兢兢兮兮兮一笑, 道, 那不一样, 我现在是转时身, 一切都是从头再来的, 我的生命就是你赋予的, 是你孵化的我, 当然是我爸爸了, 而且, 我是以气韵之力孵化出来的, 我能感觉到, 认了你这个爸爸是大有好处的哦, 好了, 让我来先为爸爸解决一下问题吧, 第895章水晶大妖皇的天赋, 一边说着, 唐三立刻就感觉到, 在自己体内的水晶变烙印开始出现了变化, 水晶变原本只是在那里闪烁着晶莹剔透的光芒, 但此时, 这闪烁着晶芒的血脉烙印却开始飞速地旋转起来, 一股吸扯力顿时从水晶烙印处传出, 爸爸, 你用神石引导着那金刚变血脉烙印到我这边来, 我帮你吸住它, 晶晶娇生说道, 好, 唐三没有怀疑, 有灵犀天眼的存在, 自然能为它驱利避害, 如果晶晶有害它的想法, 它第一时间就能感觉到, 神石掌控, 推动着金刚变血脉烙印靠近水晶变血脉烙印, 顿时, 水晶变本体散发出一道道淡淡的晶芒, 竟然就那么将金刚变血脉烙印吸附住了, 一层晶芒也渐渐浮现, 将金刚变血脉烙印笼罩其中, 让它那原本狂躁的气息迅速减弱, 然后逐渐消失, 这事, 唐三惊讶无比地看着水晶变烙印, 此时的水晶变烙印就像是带着一个硕大的脱油瓶, 它本身的能量明明远远不如对方, 但那金刚变烙印被吸附灼雀就是动弹不得, 根本不用唐三去做什么, 这金刚变硕大的血脉烙印就被吸附在那里, 不会再对它产生任何影响, 爸爸, 以后你随时想要吸收它的力量我就帮你释放出一些来, 不想吸收的时候, 我就帮你这样封印住, 就不会对你产生影响了, 等你突破到黄者之后, 再一次性把它的力量吸收了, 那是虎变的血脉烙印就能大幅度进化, 从而让你拥有黄者级别的超级血脉, 一下就会成为黄者之中的顶级强者了, 你是怎么做到的? 唐三好奇地问道, 金金道, 爸爸, 那你认为我以前是怎么同时复制多种血脉能力的呢? 唐三心中一动, 几乎是脱口而出的道, 封印, 金金笑道, 爸爸好聪明哦, 对, 就是封印, 我水晶龙血脉最强的能力是封印, 所以, 我的复制其实就是同时封印几种血脉烙印, 然后再通过我自身的血脉之力对其进行刺激, 让我能够用出这封印的力量, 现在我的能力也是一样, 在必要的时候, 如果你肯让我燃烧这个金刚变黄者级别的血脉, 我就能让你暂时拥有它黄者层次的力量, 不过, 燃烧之后, 就真的会消耗这个血脉烙印了, 用的越多, 消耗的越多, 会影响你后面的吸收, 封印天赋, 唐三现在才明白, 原来水晶大腰黄的先天血脉天赋竟然是封印啊, 这绝不是普通的封印, 否则以它现在的层次也不可能封印的助黄者级别的血脉烙印, 虽然这份血脉烙印没有黄者操控, 但能量总量在那里, 这是一种寂静呼道的封印, 水晶大腰黄虽然陨落了, 但转世的金晶对于封印天赋的真谛理解却还在, 那是一种近乎于法则的奇异封印, 竟然能够让金刚变血脉烙印安静下来, 那我能用你这封印的力量吗? 唐三相晶晶问道, 当然可以呀, 随时都能用, 你只要告诉我封印什么, 一个意念给我, 我就能帮你去做, 目前我的能力, 应该能够封印黄者以下的一切力量, 封印的时间长短和对方的实力有关, 不过, 我因为控制着这个金刚变烙印, 就只能帮你封印, 却无法复制了, 你有这么多血脉烙印在, 也不太需要我复制, 你可以把我的封印当成一个短时间的控制能力来用, 对手实力越弱, 被封印的时间就会越长, 封印还能够内部使用, 譬如哪个血脉烙印躁动什么的, 我也可以帮你通过封印来进行调整, 当然, 想要把我的封印之力全部激发出来, 那还需要你成就黄者之后才行, 到了那时候, 我应该就能真正的恢复我一部分力量了, 而且, 我和你的其他血脉烙印不太一样, 我是能够被你直接召唤出来, 单独战斗的, 毕竟, 我可是有智慧的呢, 是你的女儿哦, 我明白了, 唐三现在才算是基本清楚了水晶变的作用所在, 正如水晶大妖皇所说的那样, 它最大的作用是被召唤, 相当于多一个水晶大妖皇为唐三战斗, 当然, 现在召唤出来就是水晶大妖皇, 而且因为帮唐三封印金刚变烙印, 目前还没法召唤他直接参战, 一旦唐三突破皇者, 那他就相当于拥有了水晶大妖皇这个召唤强者, 虽然不能与当初巅峰时期的水晶大妖皇相比, 但那也是皇者层次, 拥有复制能力的水晶大妖皇战斗力也绝对比普通皇者强悍, 爸爸, 你以后是打算离开这里吗? 金金问道, 唐三道, 是的, 等我的修为回到曾经的境界, 就要离开这里了, 你到时候是准备跟我一起走, 还是留下来? 当然是跟你一起走啊, 我可不想再经历一次数着天数生活的日子了, 在这个位面, 无论多么强大, 也一样会被岁月的力量洗礼, 最终走向死亡, 我已经活了那么久, 就越发的不想死呢, 爸爸, 以后我就跟着你了, 你可要对我负责哦, 人家给你当作祭也是可以的呢, 唐三不禁有些无奈, 我可以带你走, 回到我的世界去, 我所在的神界只要不灭, 就不需要担心生死问题, 但是, 我也需要你在这个位面不惜一切的帮我, 未来无论是城隍, 还是恢复我曾经的境界, 都将要面临极大的挑战, 嗯啊, 我当初刚刚跟随你的时候, 是感受到你的不同, 而且也是希望借助你的身份不被其他皇者发现, 直到能够恢复皇者修为众活仪式, 但随着我对你的了解, 我渐渐明白了你的情况, 你是真正的神奇, 跟着你, 我才有永生不灭的机会, 我只是希望, 如果你能成就神王, 重新回到你的神界, 能够害我自由, 这次, 晶晶的声音明显变得严肃起来, 可以, 这是我的承诺, 唐三沉生说道, 好的爸爸, 晶晶的声音又重新变得娇俏起来, 何则两立, 他们一个是神界的至高神王, 一个是曾经法兰星的第一强者, 都是极其聪明的存在, 在简单的交流之下, 就确立了共同的目标, 水晶大妖皇当然明白, 想要获得永生不死, 就需要足够的付出, 唐三想要成就皇者, 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从他成神时, 面对九天十地, 大破灭阴神节就能看得出, 更何况未来还要超越皇者, 但水晶大妖皇还是决定赌了, 因为他太讨厌, 被岁月洗礼的那种感觉, 无论多么强大, 在岁月面前, 都只能是无力地面对, 唐三带给了他这个可能性, 而且, 感受着唐三不断变强, 不断地在改变一切, 水晶大妖皇对他的信心, 也在变得越来越强, 连数祖都能被他复苏, 并且获得数祖的认可, 还摇身一变成为了主城之主, 可以说是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 这所有的一切水晶大妖皇, 其实一直都看在眼中, 转世为晶晶的, 他虽然一直在沉睡, 但外界发生的一切, 其实他是都很清楚的, 所以, 当唐三面临抉择难题的时候, 他才会主动站出来帮忙, 并且对唐三做出了承诺, 第896章剑木城的辉煌, 这与唐三击杀了金刚天金皇, 也有着直接的关系, 蓝金数族甚至是射魂天金皇, 都认为击杀金刚天金皇的乃是数祖, 但作为唐三身体的一部分, 水晶大妖皇可不会这么认为, 他是亲眼见证唐三如何步步为营的, 给金刚天金皇设置陷阱的, 以十一阶的修为, 几乎是毫无风险的灭杀一名皇者, 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和能力, 这让水晶大妖皇真正的认可了他这个主人, 水晶大妖皇作为曾经本位面的第一强者, 无疑是骄傲的, 在他最初选择唐三的时候, 更多的目的都是为了利用, 而直到现在, 他对唐三说出了自己的真正天赋, 并且开始全力帮助唐三, 这才是对他真正的认可, 对于这一点, 唐三在刚刚那一瞬就已经想明白了, 同时也不以为意, 想要让水晶大妖皇这样的强者认可, 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现在多了这位的帮助, 对于他来说无异于如虎添翼, 给未来城隍又多了一份把握, 接下来的修炼就变得轻松多了, 唐三继续吸收着宿祖的生命能量, 稳固着刚刚融合完毕的金刚师虎变, 作为他自身的第三大超级血脉, 无疑让唐三的整体实力在上层楼, 身体强度也是大幅度提升, 没有急于结束冥想, 趁着自己与宿祖之间正处于蜜月期, 唐三尽可能的多吸收一些高层次的生命能量, 积累滋润, 都是很大的好处, 而且, 还有金金的封印能力在, 实在吸收不了的生命能量, 就让他帮忙封印一部分, 留着慢慢吸收, 这样的好事情以后还会不会有唐三也不清楚, 唐三这边修炼正爽, 而整个日臣帝国却掀起了滔天波澜, 宿祖正式复苏的消息, 在短时间内就传遍了整个妖精大陆, 日臣帝国这边的反应自然是最大的, 宿祖的正式复苏相当于是以一位皇者的生命为祭品啊, 日臣帝国这边无疑变得极其紧张, 少了一名皇者, 原本好不容易才出现的一点优势就变得荡然无存, 而天与帝国那边也并没有因为金刚天金黄的陨落而幸灾了祸, 击杀金刚天金黄的可也是人家日臣帝国那边的存在, 作为曾经的三祖之一, 术祖所带来的压力可是要远远大于金刚天金黄的, 毕竟, 人家都已经通过图皇来证明了实力, 所以, 祖庭最近的会议比平时多了十倍不止, 大多数都是针对于蓝金术族的, 在金刚天金黄陨落的第三天, 祖庭正式对外发布消息, 消息述说了金刚天金黄鲁掠残害蓝金术族的罪证, 并且宣告术族复苏, 邀请近秒灵尽快前往祖庭述职, 同时, 严令所有种族不得有掳掠残害蓝金术族的行为, 如有此行为将会成为祖庭公敌, 已经掳掠的蓝金术族, 必须第一时间送回贱墓城, 祖庭的对外宣布无疑是给金刚天金黄的死定了信, 证明了术族对金刚天金黄的击杀式正义行为, 宣布术族回归, 这无疑是认了金刚天金黄的死, 也让所有种族都要正是蓝金术族这个存在了, 原本这个在强者眼中懦弱的种族已经变成了洪荒猛兽, 几千年都没有皇者被杀死了啊, 术族才一回归就击杀了一位, 这是有多大的怨气, 所以, 无论是金怪族这边还是天与帝国妖怪族那边, 凡是有关压蓝金术族的种族, 都借助商队, 开始清理这些情况, 把蓝金术族的族人送回, 唯恐出现金刚城的情况, 有关于唐三当时前往金刚城的细节, 早就已经传扬开了, 在术族光辉的照耀下, 所有被掳掠的蓝金术族族人都会被发现, 根本就隐藏不了, 而一旦被发现, 就有可能面对蓝金术族的不死不休, 术族可是掠夺了一座城市的三成生命力啊, 这还是手下留情了, 能掠夺三成, 是不是就能掠夺所有, 这样的力量实在是太可怕了, 有时知识也曾分析过, 术族不可能真正的苏醒过来, 这是未免的制约, 而蓝金术族就算是借助术族的力量, 应该也只能是在一定范围内, 距离术族本体太远应该也是做不到的, 可这些都是推测, 谁能证明呢, 之前还绝不会有人认为术族能够杀死金刚天金黄呢, 可很快金刚城就血雨腥风了, 所以, 谁也不会去冒险, 面对突然强势起来的蓝金术族, 更多的选择是观望, 甚至是示好, 蓝金术族的长老们感受是最为明显的, 在唐三回归的第三天开始, 建木城就渐渐的热闹了起来, 开始有种族向建木城迁徙, 其中, 已曾经金刚城的种族最多, 那些在唐三发出死亡威胁之后, 离开了金刚城的种族, 有些选择了回归, 但有些却看得出蓝金术族崛起势不可挡, 直接就选择了换个地方, 处置了金刚城的资产之后, 就迁徙来建木城了, 更让所有长老们想不到的是, 在唐三回归后闭关的第七天, 金刚城竟然来人了, 金城武亲自率队前来, 带来了整整一百车各种珍贵物资, 说是对蓝金术族的赔偿, 并且用最为真诚的态度代表金刚金族向蓝金术族致歉, 唐三在闭关修炼, 长老们自然不会去惊醒他, 表示会将金刚金族的歉意带到, 收下了所有礼物, 却都没让金城武等金刚金族的代表进城, 金城武也不为己慎, 谦卑的就那么走了, 当时大长老别提多痛快了, 这要是放在以前, 金城武都不会用正眼看他啊, 金城武是来送赔偿的, 而来自于其他主城的礼物, 却是络绎不绝地送到了, 包括各大主城的城主代表, 也包括一些大的商队, 都有非常珍贵的礼物送来, 理由很简单, 恭贺近淼林成为蓝金树族族长, 恭贺他成为贱牧城城主, 一时间, 贱牧城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了整个日臣帝国的热点, 不过, 这些前来送礼的使者们注定要失望了, 因为他们谁也没能见到这位刚刚出现不久, 却就带有着传奇色彩的蓝金树族族长, 而在唐三闭关的这段时间里, 最让蓝金树族兴奋的是, 他们的族人开始回归了, 那些曾经失踪的族人, 回来了, 有的还活着, 还有生命气息, 有的只剩下残肢, 但无论怎么说, 他们回来了, 他们从何而归送回的商队也茫然不知, 但却就是明白送回的使命, 而就在一支商队刚刚进入贱牧城范围时, 原本正坐在树族本提前冥想的唐三, 突然睁开了双眸, 下一瞬, 在所有长老都没有注意到的时候, 他已经凭空消失无踪, 第897章真假静秒灵, 静秒灵脸色苍白的坐在一辆马车上, 他身上的镣铐已经被解除一段时间了, 但他却依旧有些不适应, 或许是被困得太久了吧, 他的神石之海藻就已经被破坏, 连带着连思维都不是非常连贯, 他在那个暗无天日的地方已经生活了很多年, 每过一段时间, 就会被抽取血液, 也只有那个时候, 那些家伙才会给他灌注一些营养物质, 就这样, 他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甚至都不记得自己当初离开家园时候的目的了, 直到最近, 不知道为什么, 他被送了出来, 当他第一次看到阳光的时候, 眼睛显些也瞎了, 足足痛苦了三天, 还是在那些人竟然开始给他吃东西后, 身体的机能有所恢复, 生命能量有所调整, 这才逐渐地恢复过来, 这一路上, 他的身体渐渐恢复, 总算没有之前那段时间冰死的感觉了, 是的, 至少不用死了吧, 那些家伙是要把自己送到什么地方去, 静秒灵不知道, 他的神石之海虽然被破坏了, 但来自于数族本源的血脉生命能量却依旧十分纯粹, 经过这些天的修复, 已经渐渐恢复了一些, 除了神石之海外, 其他所有的一切都在逐步的恢复过程中, 但是, 这对他来说真的重要吗, 他早就已经认命了, 他从来不再奢望什么, 他早就忘记了自己生存的意义是什么, 他甚至觉得自己已经失去了灵魂, 神石之海破了也不错, 至少不用总是去思考, 痛苦也会少一些, 荧光闪烁, 一道身影悄无声息地出现在马车上, 他的出现, 甚至都没有改变马车的重量, 静秒灵坐在那里, 目光有些呆滞地转向着突如其来的身影, 甚至都没有发出声音, 事实上, 就算他发出声音也没有什么意义, 马车内部已经被一层银色光蕴所包覆, 你叫什么名字, 一个月耳的声音响起, 不只是声音, 也响起在他的脑海之中, 静秒灵张了张嘴, 却没有回答, 因为他早就已经失去了舌头, 那些家伙根本不需要他说话, 看着面前这脸色苍白, 眼神灰暗, 宛如行尸走肉一般的蓝金数族, 糖酸眉头微醋, 抬手按在他的肩膀上, 随时也同时注入到他的身体之中, 感受着他此时的状态, 衰败, 这是唐三的第一感受, 但在衰败的同时, 他体内又有着生生不息的庞大生命能量, 唐三也不清楚那些抓走他的人对他做了什么, 但毫无疑问, 他一定是受到了非人的虐待, 一抹怒意在唐三心底闪过, 他仿佛又看到了被当成奴隶的人类, 随时之海被破坏了, 这是这名蓝金数族思考能力出现问题的重要原因, 之所以在第一时间赶来, 就是因为唐三的神识一直笼罩着这座城市, 通过数族的气息, 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到这一点, 他一直在等待, 等待着这股气息的出现, 没错, 就是金秒灵身上源自于数族本源的血脉气息, 他虽然现在还不能肯定面前这个蓝金数族是不是就是金秒灵, 但能肯定的是, 他的血脉之力必然是数族的直系血脉, 这一点无庸置疑, 而且, 金秒灵背后有六根尖刺, 这意味着金王级别的实力, 当年离开家园的金秒灵也正是十阶金王, 所以, 他是自己找的那个蓝金数族的可能性很大, 神奇之力伴随着生命能量注入, 帮金秒灵治疗着伤势, 尤其是为他弥补着被破坏多年的神识之海, 很快, 唐三就发现, 他的神识之海被破坏得太严重了, 而且被破坏的时间也太长了, 想要治好这样的神识之海, 如果他是以前神王级别的修为自然毫无问题, 但现在, 却是大问题了, 连有充足的时间, 恢复不了, 兄弟, 我知道你很可能就是金秒灵, 如果你能听懂我的话, 你就点点头, 我是现在蓝金数族的组长, 我会帮你, 唐三用自己的神识勉强连接上金秒灵神识之海那一道道巨大的破损裂痕, 金秒灵呆呆地看着他, 张了张嘴, 发不出声音, 但他终于还是点了点头, 好熟悉的名字啊, 金秒灵, 那就是我吗? 是的, 是我的, 唐三微微汗手, 轻叹一声, 道, 跟我走吧。 下一刻, 银色的光运包覆着金秒灵的身体凭空消失, 经过两次传送跳跃, 当唐三再次出现的时候, 已经回到了家里山脉, 当他回来的时候, 也随之解除了自己身上的伪装, 恢复成了本来面貌, 黄金山谷内的生命气息依旧浓郁, 不过, 对于现在的唐三来说, 已经不算什么了, 实在是因为, 他在建牧城感受到的生命气息太过强烈, 红明少女们都去了家里城生活, 黄金山谷之中, 只有狮虎族的战士在守护, 而且留下的人手不多, 更多的狮虎族强者也都去了家里城, 毕竟, 那里才更适合生活, 现在的家里城, 已经可以说是完全被美公子所掌控了, 哪怕他不管是, 也是一样, 靖淼林走路的时候, 脚下有些踉跄, 显然是早就已经不太适应走路了, 带来到黄金山谷之中, 他的眼神之中多了几分生机, 这里风貌的植被让他感觉到十分舒服, 唐三带着靖淼林来到长得非常巨大的黄金树前, 守护在这里的狮虎族战士已经发现了他们, 但当他们看到来者是唐三时, 警惕自动解除, 唐三向他们汗手致意, 然后带着靖淼林在黄金树前站定, 靖淼林看看唐三, 再看看面前的黄金树, 呆着的双眼顿时流出泪水来, 黄金树, 那也是建牧城的特产啊, 赤兰金树族的附庸种族, 感受着那浓郁的生命气息, 再感受着自己正在不断复苏的生命能量, 他仿佛感受到了一些什么, 唐三看着他, 认真的道, 靖淼林, 你听我说, 你的神石之海被破坏了, 想要恢复, 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而且也需要非常强的神石才能做到, 我现在的神石还有所不足, 等我成就黄者之时, 一定会帮你修复神石, 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 我需要把你留在这里恢复, 我可以向你保证的是, 我不会伤害蓝金树族, 并且会帮助蓝金树族, 靖淼林呆呆地看着他, 显然不知道他说这些是什么意思, 唐三探西一声, 拍了拍他的肩膀, 找到了靖淼林, 意味着他那蓝金树族组长身份的最后一丝破绽, 也已经解决, 就让靖淼林留在这里休息吧, 等到自己成黄之后, 自然会将他送回去, 最后的问题已经解决, 那么, 接下来, 就是自己将要在上祖庭的时刻了, 这一段我其实写了很久, 本书进入后期, 我要为了后面的精彩情节进行一些铺垫, 既然是妖精大陆, 总是写妖怪族那就后此薄笔了, 这一段金怪族的历程是早就在我计划之中的, 不过, 冒充蓝金树族这一段却是我灵感突发而来, 本来我是打算让唐三以海神的身份参加比武招亲的, 但总觉得有些牵强, 直到我写出蓝金树族这一段之后, 一切迎刃而解, 也将水到驱城, 第898章血脉烙印的集体提升, 回到蓝金树族, 众位长老已经聚集在了树族本体之前等待, 唐三的突然失踪, 也着实吓了他们一跳, 不过幸好离开的时间不长, 眼看唐三平安归来, 他们也就放心下来, 唐三没有再持续修炼, 经过这些天的闭关, 他现在的状态调整到了巅峰, 自身修为也已经到了十一阶中段左右的水平, 这是他自我衡量的层次, 如果和妖怪族金怪族相比, 就算是那些十一阶巅峰强者也远远无法与他比拟, 十大血脉烙印各有增强, 在树族带来的纯净生命能量增幅下, 他的血脉烙印更加稳固, 修为境界都在稳步提升, 这次外出游历的收获极大, 就算是火离祖火神权杖那样的收获都算是小的了, 对唐三来说, 新凝聚而成的超级血脉也同样不算是最大的收获, 他最重视的反而是灵犀天眼, 灵犀天眼伴随着境界的提升, 已经不只是气韵掌控那么简单了, 唐三也越来越能感受到天狐大妖皇 为什么能够在妖精两族之中有着如此崇高的地位, 气韵掌控包罗万象, 那是一种能够引动天地变化的大能力, 在这个位面的极限就是十二阶, 也就是天狐大妖皇那样九尾天狐的层次, 但等到未来唐三能够恢复神王层次的话, 他必然能够对这个能力进一步开发, 从而让自己拥有更加强大的灵犀天眼, 那时候是否就能观望宇宙的气韵了呢? 随着修为渐渐回升, 唐三现在考虑的已经不只是在这个位面的生存问题了, 他已经开始去思考, 等到自己回归神界之后, 神界如何继续发展, 如何能够保持稳定, 尤其是如何能够与宇宙法则抗衡, 不至于再出现曾经的悲剧。 宇宙法则无形之中一直在掌控着一切, 如果自己能够有一双窥视命运的眼眸, 提前有所预知, 那么, 应对起来自然也就能轻松得多。 所以, 灵犀天眼在这次借助术祖的力量提升, 唐三是最为高兴的。 毕竟, 他很难接触到天狐族高层级别的血脉。 天狐族到了王者以上层次, 对自身保护都是极其严密的, 身边都会跟随着守护者, 根本不是能够随意接近的。 除了灵犀天眼之外, 就要数金刚天金黄的血脉烙印了。 现在被金金封印, 但那依旧是一个皇者层次的存在, 就相当于是唐三给自己储存了一部分力量。 等到自己突破成就皇者之后, 第一时间就能对自己进行补充, 至少能够帮自己将身体强度第一时间提升到皇者层次。 要知道, 金刚天金黄哪怕是在皇者之中, 自身的防御力也是相当强大的。 淡淡的微笑浮现在面庞上, 唐三脸上流露着淡淡的神光, 看着面前的众位长老, 道, 我将结束修炼, 准备前往祖庭树职。 众位长老吴不大喜, 大长老笑道, 那我们就要提前恭贺组长获得祖庭认可, 正式成为咱们建木城之主了。 您的树职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您都不知道, 最近各大主城送来了多少珍奇异宝, 就是为了能够与我们结下善缘。 还邀请我们前往各大主城去交流呢? 唐三微微汗手, 道, 在离开之前, 我有一件事想要与众位长老商议一下。 族长请说, 众位长老的表情顿时变得严肃起来, 向唐三微微恭身行礼。 唐三道, 我们蓝金树族之所以被各大种族寄予, 就是因为怀避其罪的缘故。 我们本身拥有最为纯净而强大的生命能量, 而这样的生命能量对于任何种族来说都是极为需要的。 所以, 他们感冒大不韦, 也要对我们的族人出手, 通过残害我们的方式来压榨生命能量供给他们提升自身。 尤其是非植物系的种族更是如此, 因为他们的觉醒需要更加庞大的生命能量才能做到。 正所谓居安思危, 虽然我们现在因为树族的复苏已经稳定, 在树族的光辉照耀下, 暂时没有什么种族敢于对我们下手。 但是, 这只是暂时解决了问题, 却并非长久之际。 而且, 就算是这些大种族不会对我们的族人下手, 可还有一些单独的个体强者没有这个机会。 树族的光辉虽然明亮, 但也不可能照耀到大陆的每一个角落。 如此庞大的生命能量, 我们永远都要提防着有不法之徒铤而走险。 我们再怎么预防, 也总有疏漏之处, 不久的将来, 还会有族人面临危险。 所以, 我们必须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听着唐三的话, 众位长老都不禁面露疑惑之色, 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这已经是困扰了蓝金树族不知道多少年的大问题。 可自身生命能量强大, 那也是蓝金树族的根本, 也不能说让自身的生命能量倾泻掉吧。 哪怕是树族还在的时候, 都没能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 那也是因为树族足够强大, 足以庇护整个蓝金树族的原因。 现在好不容易树族复苏, 威慑群伦, 长老们内心中其实都有些不愿意讨论这个问题。 毕竟, 短时间内不可能出现这样的风险。 大长老道, 族长, 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最好的办法就是您能够成皇, 尤其是成为强大的皇者, 这样一来, 有您和树族的威慑, 那些萧小之徒就不敢对我们的族人下手了。 唐三摇摇头, 道, 就算我成就皇者, 也依旧是治标不治本的, 只要我族拥有高层次生命能量一天, 就必然会被寄予一天。 所以, 我有一个想法, 你们听听, 众位长老带着满心的疑惑恭敬聆听, 唐三道, 我想, 让我族未来能够成为整个妖精大陆上的圣族, 成为所有种族都需要膜拜的存在, 这样一来, 所有的问题就将迎刃而解。 我们的族人, 也将获得最大的安全保障, 圣族, 既秒森好奇地道, 哥, 如何能够成为圣族? 唐三微微一笑, 就是让宿祖的光辉真的照耀到大陆的每一个角落。 他的目光扫视向各位长老, 继续说道, 现在各大种族寄予的不就是我族的生命能量吗? 那么, 如果我们给予他们稳定的生命能量, 他们会如何看待我们? 这, 如何给予呢? 大长老的眼神变得有些凝重起来, 但随着击杀金刚天金黄, 彻底改变了蓝金数族目前在大陆上的格局, 唐三现在在蓝金数族之中的威望可以说是一时无两, 大长老真怕他弄出什么稀奇古怪的发展方向影响到整个种族的延续。 第899章唐三的计划, 唐三道, 我们的生命能量来自于大地, 来自于未免, 来自于妖精大陆, 我们的天赋能力就是生命汲取, 数族有赋予了我们生命剥夺的能力。 无论在任何地方, 我们只要扎根下去, 生命汲取都会存在, 都能将一地的生命能量凝聚于自身。 我们积蓄的庞大生命能量一部分会用来自己消化吸收, 而经过我们过滤之后, 多余的生命能量也会自行地散发出去, 这就是为什么建木城的生命能量会如此浓郁的原因。 那么, 大长老, 我问您, 如果是您扎根在另一座主城之中, 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 您自然就能够吸收那一地的生命能量来滋养自身, 只要没有谁影响你, 你就可以凭借这一地的生命能量来修炼提升自我。 虽然没有树族的光辉照耀, 修炼速度会有所减慢, 但我们建木城中族人众多, 在这边大家能够吸收到的生命能量也只是建木城这一地的。 建木城的生命能量虽然因为有树族的存在足够旁伴, 但真的够我们族人吸收修炼的吗? 生命能量是有限的。 但妖精大陆和等广袤, 更是聚集了整个未面绝大多数的气韵, 让我们的族人散出去, 到各大主城之中, 对于我们的修炼是不是大有好处。 同时, 在我们自身修炼的时候, 我们需要的只是该城之中生命能量最高层次, 最核心的那一部分, 多余的, 被我们吸取而来的生命能量自然会散发出去。 短时间内或许还没什么, 但时间一长, 我们的存在就能够改变那座城市的生命能量强度, 从而让那座城市所有的种族都能受益。 你们说, 这是不是那些主城想要获得的? 同时, 我们也能够将树族的光辉照耀到更远的地方去。 以前, 这样的做法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们的战斗力太过于弱小, 一旦前往主城, 恐怕就会成为少数强大存在的禁鸾, 不但无法做到我说的这些, 甚至连安全都成问题。 但现在, 金刚天金黄已经被树族击杀, 短时间内, 谁也不敢轻易对我族下手。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以回馈各大主城和各大种族为借口, 进行这个计划, 就能在短时间内将各大主城的生命能量掌控。 同时, 也有充足的时间让这些主城感受到我们所带来的好处。 到了那时候, 再有树族的威慑存在, 如果我再能成皇。 时间长了, 你们的境界也提升到足够高的程度, 带给这些主城更加庞大的生命能量, 从而让主城所有种族受益。 你们说, 我们会不会成为他们顶礼膜拜的存在, 解决我族安危的根本方法, 就是要让所有的种族都明白, 不需要掠夺和杀戮, 只要守护好我们, 在我们身边就能够获益, 这才是根本之道。 听了唐三的话, 在场的蓝金树族长老们都陷入了短暂的沉默之中。 一些头脑较为灵活的长老, 眼中已经开始有一彩连连。 毫无疑问, 主动前往其他主城是有风险的, 这个思想在蓝金树族的脑海中已经是根深蒂固。 但是, 如果真的能够实现唐三所说的一切, 那么, 蓝金树族必将得到史无前例的大发展。 树族的光辉, 真的能够照耀到大陆的每一个角落。 蓝金树族也将成为所有种族崇敬的存在。 族长, 如果真的能像您说的这样, 那对我族来说, 就是天大的好事。 这是树族当年都没能做到的, 但是, 无论是日臣帝国还是天羽帝国, 各大种族各有私心, 他们真的会接纳我们这个计划吗? 如果树族再次沉睡, 这些种族突然对我们下手, 我们该如何自处? 而且, 在这个过程之中, 也会有风险存在。 恐怕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实现的。 唐三点了点头, 道, 大长老, 您的担心我很清楚。 所以, 我目前这只是一个大方向的思路, 具体的操作还有带商榷, 首先就要保证我族族人的安全。 这次我前往祖庭述职, 也是要与祖庭的中卫皇者商讨。 只有获得了所有皇者的支持, 这件事我才会推行下去, 否则一切休提。 只要祖庭不是短事, 就一定会明白我这么做所带来的好处。 这是对祖庭最大的支持, 同时也是对大陆稳定有着极大好处的。 如果能够获得皇者们的认可, 那么, 我们首先要派遣出去的, 就是咱们这些长老。 唯有你们才有足够的实力来吸取一地的生命能量。 大长老还是蹙着眉, 不只是他, 在场的诸位长老眼神之中都带着几分担忧之色, 毕竟, 被压迫的时间太久了。 现在让他们主动前往祖庭坐镇, 他们内心之中还真的是十分担忧的。 唐三道, 大家不用心急, 一切等我前往祖庭述职之后再做决定。 也请诸位长老放心, 我们蓝金树族不会因为我是族长就搞一言堂, 一定要大多数长老都认可, 我们才会推行这种重要的发展方向。 听他这么一说, 长老们的表情顿时放松了许多, 对唐三的好感也是越发的增加了。 大长老道, 族长, 您说的对, 如果您这个计划能够真正的实行成功, 那么, 我们蓝金树族甚至有可能成为整个妖精大陆上的第一大种族, 最强大的种族。 但我们也确实是有所担心, 咱们也要看看祖庭能够给予我们怎样的保证。 唐三微微汗手, 道, 我有一定的把握能够说服祖庭。 不过, 一切都等我回来再说吧, 我准备即刻启程, 前往祖庭述职, 其他的主城也就不用再去了。 之前前往金当城, 是为了杀鸡锦侯, 现在更可以说是涂皇锦侯了。 蓝金树族的威望已经历下, 祖庭内部必定陷入了一定的混乱。 但有了一个月的缓冲, 从各大主城对于蓝金树族的态度就能看得出, 祖庭那边对于蓝金树族的大方向 肯定是向好的。 这个时候, 作为蓝金树族的组长, 唐三就可以前往祖庭, 加入到那份混乱的讨论之中了。 如何才能让蓝金树族获得最大的收益, 从而潜在地让人类获得利益, 这也是唐三在这次数值的过程中要做的事情。 之所以要推动蓝金树族移民到每一座主城, 不就是为了让遥远的人类世界之中, 也能够获得蓝金树族生命能量的支持吗? 人类的生命力着实是太过脆弱, 这也是种族发展不起来的重要原因。 在感受到蓝金树族这边充沛的生命能量之后, 唐三怎能没有想法? 第九百章出发, 他当然不会简单地去掳掠蓝金树族前往人类的剑木城, 那将让他体内的树族烙印崩溃, 从而导致自身城皇都会有大问题, 重新被未面针对。 所以,他必须因事利导, 让一切变得顺理成章。 族长,这次前往祖庭, 还是带上次的人手去吗? 大长老问道, 同时他看着唐三的眼神也有些火热, 他这次是真的想和唐三一同前往啊? 有了上次的图皇壮举, 再加上最近这段时间见木城的热闹, 让他深刻地明白, 这次组长前往祖庭, 必定会获得前所未有的礼遇。 这样的高光时刻, 身为大长老, 他也希望能够感受一番。 看着他充满稀奇的眼神, 唐三微笑道, 我这次前往祖庭述职, 也是希望能够从祖庭那边获得足够的支持。 需要诸位长老做个见证, 鸟森是要跟我去的, 其他前往的长老, 就由您来决定吧。 毕竟, 我回来时间太短, 对大家还不够熟悉。 仅你选一些威望足够的长老随同我一起前往, 这样一来, 等我们回来的时候, 长老们也能更好地将祖庭的意志传扬给我们的族人。 听他这么一说, 大长老眼睛顿时一亮, 赶忙到, 祖长放心, 我一定安排好。 唐三虽然知道他想去, 但也不会直接点名从而得罪其他想去的长老。 你们谁想去, 你们自己决定好了, 得罪其他长老的事, 你们自己做。 反正我只看结果, 就算是这些蓝金树族的长老们全都去, 唐三也没什么意见。 第二天, 当唐三准备启程的时候, 就真的出现了无语的一幕。 树组前方, 整整36位蓝金树族长老整装待发, 为首的, 赫然正是大长老。 看到这一幕, 连唐三也不禁有些无语, 他本来以为, 比上次翻一倍, 去24位长老应该是极限了。 却没想到, 大长老直接弄了四分之三的长老出来。 这要不是为了守护监睦城, 还不所有长老一起出动。 咱们是去树职, 不是去示威的。 唐三有些无奈地看着大长老, 大长老老脸一红, 他虽然在蓝金树族威望很高, 但这次树职乃是蓝金树族前所未有的高光时刻, 众位长老都不愿意放弃啊。 昨天晚上着实是争论了一晚上, 甚至都由以死相逼的。 最后没办法, 就变成了眼前这幅场景, 大长老善善地道, 族长, 现在树族复苏, 咱们见牧城有树族的光辉照耀, 肯定没有什么萧小之辈敢来闹事。 见证明树职乃是咱们族中头等大事, 所以, 大家都希望能够前去观礼。 您看, 看着众位长老西记的目光, 唐三也是无奈, 点了点头, 道, 行了, 那就这样吧。 出发, 于是乎, 他就这么带着三十六位杏刀采烈的蓝金树族长老们再次启程, 直奔祖庭的方向飞行而去。 和上次出发相比, 这一次的气氛已经是截然不同。 上次出发, 虽然有了新任族长, 但蓝金树族的长老们并不认为会有多大改变, 只是陪同唐三前去树职。 而这一次却截然不同, 树族弄死了金当天金黄, 让蓝金树族这个虽然没有黄者却能涂黄的种族直接威慑群伦。 长老们的心情, 那是好的不能再好了。 他们还从未有过这样的高光, 整个天地在他们眼中似乎都变得明亮了似的。 唐三也没有急于快速行进, 而是通过神识的感应专门寻找生命气息充足的大森林掠过, 从而将自己的生命气息留下, 也通过蓝金树族血脉烙印来感召那些植物, 让蓝金树族的高层次生命气息与它们进行彼此交互。 这样一来, 树族就能够得到来自于这些植物所带来的生命气息。 而作为树族的代言人, 这些植物的崇敬或者说是信仰, 首先就要由它来进行过滤。 虽然不能和海神吸收信仰之力相比, 但也是一份属于本位面最纯粹的生命信仰, 对于提升唐三的生命本源层次还是大有好处的。 滋养着他的身体, 他们这边一出发, 祖庭那边就已经得到了消息, 这一次, 祖庭绝对是足够重视。 唐三他们才飞到半路, 就已经有祖庭的使者带着飞马马车前来迎接了。 足够多的马车承载着众位蓝金树族长老们, 以更快的速度前往祖庭。 唐三已经多次去过祖庭, 但这样唐二皇之的却还是第一次。 而且, 这次他更是要正面面对诸位皇者了。 对于他来说, 树职的成功几乎可以说是无庸置疑的。 没有谁会冒着树族的报复而责难他。 毕竟, 蓝金树族本身不强, 强的是树族, 这个观念早就已经在各大种族心中登深蒂固。 树族掌控生命本源, 这是任何种族都稀缺的资源, 如何与蓝金树族交好, 才是现在各大种族所思考的。 唐三独自一人在飞马马车之中冥想, 不断地向外拨洒着树族的气息。 直到感受到了熟悉的能量波动, 他才收敛了自身神石, 重新睁开双眸。 掀起马车窗帘, 外面的景物随之映入眼帘, 首先看到的, 还是那些环绕在祖庭周围的圣山。 那一座座巨大的圣山上, 雕像耸立, 唐三感觉到自己体内属于晶晶的烙印轻微的律动了一下, 这位曾经的第一皇者, 再回到祖庭范围时也依旧会有所感触。 出来吧, 唐三以神石引动, 光芒一闪, 身穿着淡蓝色纱裙的晶晶就出现在了唐三身边。 现在的他, 看上去已经十二八年华, 清理绝俗的容颜带着几分回忆之色, 与年龄不符的深邃眼神之中仿佛隐含着什么。 当初在你水晶宫中的分身现在已经陨落了吧? 唐三向晶晶问道, 晶晶坐在他身边, 看着窗外的景物点了点头, 道, 是啊, 没有了我本体的存在, 它也只能是陨落。 按照我的遗言, 水晶宫应该会交给龙族管理, 我估计他们也不敢随便动我的东西。 唐三道, 很怀念以前的生活吗? 晶晶摇摇头, 道, 没什么可怀念的, 曾经的生活大多数时间都很无趣。 真的成为了最强的那一个, 所有族人都只会畏惧和尊敬, 并不能带给我快乐。 在生命的后半程, 我大多数时间都在思考如何延长自己的生命。 直到最后时刻我才发现, 原来生命的长度并不是最重要的, 生命的广度才能带来更加美好的回忆。 唐三微微一笑, 道, 是啊, 依你的修为, 其实应该多出去看看, 在这个位面, 想要突破生命屏障几乎是不可能的。 只有到了外界, 才有一些机会, 你说的是宇宙吗? 晶晶看着唐三, 唐三微微汗手, 道, 是的, 宇宙之中漏妙无穷, 法则无尽, 无论我们个体的实力有多么强大, 在浩瀚无边的宇宙之中依旧是沧海疑速罢了。 而宇宙之中, 也有许多未知, 那你的前世去过宇宙之中很多地方吗? 晶晶好奇地问道, 赶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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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